大雨冲出三千句遗骸 专家道出一段悲壮历史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中国如今变得十分强大 不再是那些国家可以觊觎的对象 军事实力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国 军事实力也是十分的雄厚 用了七十余年发展到如今的中国 后继勃发 努力艰辛 才有了现在的成果和成功 不过中国能有现在的强大 都是从历史中吸取的经验与教训 过往的凄惨和痛苦 告诉了所有的中国人一个深刻的道理 那就是只有自己强大起来 才不会有外敌的入侵 才会享有永久的和平 但是曾经的中国无比的弱小 产弱不堪 只能沦为鱼肉 被西方国家给欺压 就连日本都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经历了14年的抗战 才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而这场战争虽然结束了 苦痛依旧留在了民众的内心 他们所带来的影响 直到现在还依然存在着 在湖北的一条施工的高速公路上 就被大雨冲出了三千句遗骇 赶来的专家们 道出了曾经的悲壮历史 曾经在这里发生过什么呢 2010年在湖北一八 高速公路的一处正在修建的工地上 施工队们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中 结果一名工人却偶然在地下挖出了一具白骨 施工的时候挖出白骨 早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工人们起初都没有注意 只是上报给了管理员白骨的出现 谁料接下来的发展谁都没有预料到 很快一场瓢泼大雨倾盆而下 眼看着如此大的雨 施工队只好暂停了工程 暂时收工 这场暴雨持续了足足一天 直到第二天工人们才回到了工地继续施工 结果眼前的一幕震惊了所有人 在原来发现白骨的地方呢 居然在被暴雨冲杀了一月之后 出现了成堆的白骨 它们重叠在一起十分惊骇 很快接到了报警的警察们 赶到了施工现场 对这些尸骨进行了鉴定 大家起初都以为这是古代的陪葬坑 说不定有古墓的发现 结果专家鉴定后表示 这些尸骨应该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死亡的人们 通过对当地历史的查询 专家们最终得出结论 道出了一段悲壮历史 原来这里以前曾经是一座 临时搭建起来的战地医院 在抗日战争时期 被用来救助那些在前线负伤的战士们 抗日战争时期 无数的中国人为了保卫国家走上了战场 在前期中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装备武器都比不上日本伤亡惨重 直到后来 人们依靠战术开始逐渐反击 才让胜利的天平倾斜了中国 好了 我是张萧